人类把肮脏的河流清理干净之后 鱼儿又唱又跳得快乐无比 这群快乐的鱼儿是新加坡Champ Kids托尔所的老师 他们之所以可以千里挑挑地从新加坡游到马来西亚冰城刺激幼儿园 还得追溯到两年前的一次姻缘 两年前马来西亚冰城北海及巴六拜慈激幼儿园的部分老师到Champ Kids托尔所参访时 口刷好话 心想好音 手抓好事 脚抓好路 整齐一致的装扮 活泼而充满人文涵扬的带动唱 给园长卓一玲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真的是谢谢你们真的是我大开眼睛 可是我在投你们的身上真的是学了很多东西 那不管像哇 因为我就是跟孩子在一起 所以我应该以孩子去动啊这些而不怕人家怎么看 不管是老的少的也好还是什么年纪的都好 我相信你们都是那种给人家很温馨的一个感觉 赞叹于慈激品德教育的伊林 也根据当时慈激幼儿园老师们的教学活动的影片分享 在当年年尾的毕业典礼举办敬茶仪式 当那些那些毕业生的父母亲坐在台上 然后呢 老师就会拿着茶杯 就让他们向他们父母进茶 很多父母都很感动 感动更要化为行动 两年之后 伊林跟先生带领托儿所的所有老师 一起前来槟城 除了到慈激幼儿园进行进学及交流 慈激幼儿园的园长也悉心安排行程 带老师们到访马来西亚分会禁思堂 及槟城慈激喜盛中心 了解证业上人及慈激志业的点滴 把我的在新加坡的老师带来这里 就是让他们深深地自己体会到一些理念 比如把自己的东西照顾好 还有怎么环保 不只照顾自己 要照顾自己的环境 要自己就是去体会 才能从内心发出 然后把这些理念就是传给小朋友 从品德教育 生活教育 到生命教育 都毫无保留地一一分享 老师们的教学热忱 缩短了两国的距离 给教育素质的提升 带来无限希望 大爱新闻度会系 李佳莹 严伦华 马来西亚冰城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